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任 过了年,我还没有上山来挖冬森过呢 今天来挖一点冬森回家先 好久都没有来了 这是冬森,是春森哦 在土里面就是冬森 长起来就是春森 这里是不是一个 可能是哦 这个解类色 对吧 嗯,这口这么对开的 一拿就开了就脏 这么对开的,白那白 来,给我来 好好好,跟你来 给我把影吧 在哪里?在哪里? 还有里面的 这里面土松松的 用力点吗 万一把它挖上呢 出来了 出来了 是 马上出来 看到了 看来还是有 有 一来就给我发现 搞不好,两个 这运气不错 一打一个 这么大一个 还是我叔父教的好 走哦 我要到那边再踢 往那边再踢 咦,上面也有老乡 在挖 有点大 老萝卜 嗯 还是给你帮我劈算 啊,好吧 好吧 一看到这么大我就打退坛 可以了 烂了 哦 太深了 不好砍 一个就被你劈烂了 哎呀 可惜了 不烂 这个从这里砍就刚好 合适 跟你说 那就砍掉吧 这里也有点像 猪头够啊 这里石头都炒起来的 第一个就被 出来了 不小 你还没挖 你怎么知道小 咦 是有点小 算了 算了 还是留着吧 找好一点是 老罗发现大货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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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着袋子来了 还整的哦 这个地方不好砍 用刀砍 用猪头砍 小心点 小心点 你看老罗的表情 不要说又坏了 今天得到的床都披烂完了 这个刀 太难了 来来来来给你 太难了 那么好的笋 你看 就披成这个样子去了 不好挖 这个地方 把那里埋一下 又是一个芭蕾包 出来了 好挖的又小 不好挖的地方又大个 不要 太小了 难办咯 我怀疑 是不是我们太久没来挖冬笋 挖冬笋的技术跑哪里去了 不是挖烂就是太小个了 你看 拿吧 挖的挖出来了 放件袋子去 哇 这个大伯也得了好几个很漂亮的 得了四个 大家往这上面去了 我们就换个地方 我就跟他挖了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咱们咬一发 大家都没得了 好乖的 今天 我又想赶了 你看是吧 用猪头披 给你看 给你看 你看 用猪头披 大了就别乱 小的 都这样 又看不上 大么小一个 小也要了 来山上碰到就要 不能说不要 不要就不得了 终于碰到了一个 大个 大个 这个可能大哦 没有碰到那么大 整起来 把石头都捡下来 看到了 看到了 冬顺冬顺在哪里 两个吧 一个 出来了 这个 这个大哦 你看这个土 只要有冬生的地方 这个土都是很松很松的 好来 砍吧 还要挖一点吧 这段时间的损很大一个哦 可能是下雨 下雨久了 又在 我又被你砍烂了吧 哎 说不得哦 哈哈哈哈 被了九牛 饿不得力都没把它挖出来 看了小心这里哦 头顶这里 这里 尖尖的 哇 这个真的是笋王来了 笋王笋王 终于挖出来了 你看 你看 那么大一个 哇 最大一个了 咔嚓又是一个 也好嘛 刚刚又得了一个 大个的 肥皮烂吧 检查一下先 小生 你看这个柴子 我自己多挖几个冬生 好不好 可以啊 我要把这根柴火看上 你看 干干的 这种茶子柴火 是我们这里是 水是最好的柴火了 把它劈出来 不找冬生了 也挖到好几个了 够车了 高调柴火回家算了 这柴火你说那么好 太漂亮了 我们今天变成 来砍柴火去了 太好了 这柴火 柴火是好 就难得搬回家 到家就好了 到家就好了 所有老人都说 抬火 都到家 怎么都好 这里已经得了那么多了 这个人有点巧 还看不出 不出吗 有什么那么多 好 那么会绑柴火 农村的那会绑柴火 太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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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我就背那个冬生就算了 我有这个 搞这个条给你一条 我看到我都有点害怕了 你说这个好看咯 那么大一条 你来挑啊 也不是很重啊 那你就挑那个吧 刚好背一条 刚好背一条 走回家了 好好好 我就背着一袋子 好康那根大的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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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